每日心灵广播体操开始 你今天吃的什么 1000克的肌肉 然后一克生菜 再就是100克的脂肪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我今天没有锻炼身体 休息了一天 你今天睡眠怎么样 在床上待了差不多7个小时 46分钟 中间没有打呼 然后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是相对比较清醒的状态 然后白天的话 可能睡了有30多分钟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要想做成事情 就要去调整优先级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中国的二三四线城市 是这种临时行业的利润的最主要的来源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要在不同的这个层面上去实践偷懒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有直接执行下一步的这个计划 你未来想做什么 要对这种盲目扩张和做大 然后保持高度的警惕 每日心灵广播起操 结束